好,回來了 好久沒有拍這種影片了 今天想跟大家交代一下 最近發生的事情 還有之後想要做的事情 過去這一年呢 我過得不算好 就你們知道 雖然我在大公司做品牌行銷副理 但其實是什麼事情都要做 然後被叫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最後身體壞掉了 高血壓 離子之後 大部分時間都在養病 我現在已經瘦了15公斤 才把血壓降回正常值 在更早之前呢 是遊戲實況主 可是做一做也是做到眼睛壞掉 慢性肝炎症 沒有辦法長時間開台了 那這段時間呢 我很努力想要轉型 除了一隻都沒有斷過的賽貓 說故事做梗圖 我的週末直播也沒有斷過 今年還開始做短片 效果在IG非常好 但在Youtube這邊就普普通通 靠著這些自媒體 然後接案一些被動收入 日子還算過得去 不過我一直問自己 這真的是我想要做的事嗎 我的人生前半部 都是為了成為一名老師 在點技能術 結果最後沒有繼續當老師 呵呵 接著我人生最大的興趣 就是打電動 結果眼睛壞了 不能打了 繞了一圈之後 我發現我的天賦 好像就是教書 可是現在回學校 又有點來不及了 太老了 所以最後決定 回來拍長片 回來寫文章 我想說 比起那邊拍搞笑片 我還是比較喜歡講故事 跟教一些東西 講一些對生活有用的 對人生有幫助的 能為大家帶來快樂的小知識 我之前有設一個黑貓信箱 那這個計畫 雖然算是失敗 一開始是覺得說 很多人出了社會之後發現 哇 想要問問題 沒有人可以問了 那剛好我教了十幾年書 人生經驗還算豐富 而且我擅長把困難的事情簡單講 我就覺得應該可以幫得上忙 可是後來發現 問問題的人 常常沒有來看台 直播當下沒有看台的話 大部分的人 事後也不會回去補檔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要像現在這樣拍成影片 問問題的人 可以找到他的問題 也找得到解答 同時也可以讓更多 有一樣問題的人 也得到幫助 對不對 然後 因為很多人是來問我 怎麼進行自媒體的 怎麼做創作 我覺得這一個領域 比較淺的我都講過了 講太深的話 一般人又沒興趣 所以他也要分出來 自媒體 社群經營跟創作的秘訣 我之後會在方格子寫專欄 然後我會做電子報 還有 黑貓電台 我會把它改成 黑貓創作者學院 就是YouTube副頻道啦 連結會放下面 需要的同學 等一下看一下資訊欄 之前的東西還會繼續嗎 理論上會啦 可是 什麼都沒有辦法捨棄的人 什麼也改變不了 所以還是要做點取捨 首先是 Podcast應該就不錄了 畫貓會畫完 不過還建一萬多隻 我不知道畫多久 我以前都會把各位觀眾 當成是我的老闆 一段時間就會報告一下 我要幹嘛 但是後來 我發現計畫都趕不上變化 所以我們這一次 不要把話說死好不好 我們且戰且走 我們見機行事 總之 大方向就是 快樂的小知識 回答大家的問題 前幾集會先做一些 一直被問的 比如說 簡單的理財 簡單的投資 怎麼提高工作效率 或者是 教各位培養一些興趣 成為一個更有魅力的人 學會怎麼溝通 各位如果有任何問題 你們知道去哪裡找我 以上 謝謝大家 我愛你們 尤其是黑貓小隊 一路走來都是黑貓小隊在carry我 真的是 除了感謝以外 只有感謝 那如果有新同學想要支持這個頻道 歡迎加入黑貓小隊 如果你比較喜歡看文字 或者是比較想要學怎麼經營自媒體 那就去翻格子 或者是副頻道 想養蟲的也是副頻道 所有連結都在下面資訊欄 OK 就這樣 我是黑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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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